第一集出來已經是人妻了 是啊 即是可以生了 結婚就要生了寶寶 突然升兩級 因為你上次拍這套很大回響 被人罵到爆炸 怎麼辦呢 即是洗心夾臉了 希望上一集是罵到爆炸 今集就可以令大家哭到爆炸 因為中間有很多故事都很起起伏伏 然後是很感人的愛情故事 但就不是我和森Sir 是我和高君妍 然後森Sir和阿Wing 微微都各自有很多很感人肺腑的故事 這次和他的角色有沒有再有交集 其實都有的 不過這次的角色和上次真的很逆天 是反轉了 因為其實上次他都叫做任性 即是在外國讀書 在外國不一定讀書有任性的 即是他性格有任性在外國 有些是孤兒 那變了可能有些事 就和我們阿Wing的感情裏面 有些三個出現了 那他之後其實他自己都覺得 不是這麼好意思的 所以他為甚麼做了人妻呢 就是上次搞完我們了 他說要自保先 千萬不要被人搞到自己 所以做了人妻了 那就封了門了 說笑而已 但是不單止我自己有幸福 我都有為阿Wing和森Sir他們謀幸福 都想彌補一些事情 很逆天地 我簡直會是希望可以落力 撮合他們破鏡重圓 但是是否真的可以這樣逆天復合呢 就要看下去了 還是越煲越忙呢 越搞越多 之前第一輯說三角 搞呀搞呀搞 會不會搞四角出來呢 有四角 他是人妻 我們還有小方的角色 有玄機 都不止 搞到五角 我自己有新一個高君賢那邊 大家 很有張力 這部電影 你上次的角色都很大互響 這次有沒有期望 其實上一輯我覺得 男人之痛 或者男人之錯 無論什麼環境之下 你做錯事是做錯事 走醉三分醒 當然在劇集裏面 也都反映了很多人生的事 這次也是在愛情方面 或者感情方面 一直沉淪下去 其實是一個沉澱也是反思 命頂也都要面對很多的案件 這次的角色 我相信 無論瑩瑩 我啦 阿榮 都是比較成熟了 成熟了 這次雖然是第二輯 但是是一個延續篇來的 我們不會說 重新一輯再來過 是接著上一輯的情感 和我們角色的演變 演下去 所以我覺得 都幾interesting 因為很多時候第二輯 再演的時候 可能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或者心境都不同了 但是這次我們 可能是再接再例 因為第一輯的收視很好 所以希望 有那種余韻 觀眾可以保持著 看我們的情感 和我們的案件 因為這次班底都多了很多不同的成員 會不會其實都是為 之後再公布開第三輯 即是以文嘉豪幫這個是負面狀 也好 會不會都會有些公布 如果是OK的再去第三輯 其實我自己很開心 我自己很少拍第二輯的 即我拍了這麼多劇 即開到第二輯 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即這個pattern和這個formula 我想觀眾是接受和喜歡 那我也都希望 即是逆天這個IP 可以延續下去 因為其實 你問我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警匪片 是的 真的 但是警匪片 亦都 但是我也希望好的作品 可以延續下去 無論是IP 無論是台前幕後的人 嗯 你們想這樣再延續呢 因為詩詩傳播 你是否很喜歡 嗯 那 我覺得 可不可以延續的話 我想都是看觀眾反應 即是如果觀眾覺得 我們逆天意 一樣都是非常之好收視 好受悲的話 可以打動到嘉豪哥 再吞詞他的退休大計呢 那兩位 今年呢 未來都會多不多劇圖上 因為我現在自拍一次 今年的第一部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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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就是這一部 是 直天意 我終於傳播都結束了 還有沒有未來會拍 未來會的 會拍的 其實都開心的 因為其實 之前的量很多 其實我也很擔心 觀眾驗了我 即是體驗了就是體驗了 就像叫上吃飯 但是這次我覺得 《易天意》也是一個誠意之作 也是計算第一輯之後 我自己都希望可以有其他更加多的嘗試 希望有一些新鮮感給觀眾 這是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呢 接下來我有劇集會 或者傳播 我想這套都是我 so far 手上 最後一套的傳播 那很開心 就是緊接 剛剛年頭 《你不是他》 然後 相隔 只是幾個月 已經有第二套劇集出街 和觀眾見面 但是 大家放心 各個角色 和劇集的性質都很不同 大家見到 所以都一定會有新鮮感 給大家回門的 謝謝 謝謝 謝謝